奥巴马将其称为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 特朗普却贬弃为史上最糟糕的交易之一 伊核协议遭遇撕毁危机 美国为何突然对伊朗变脸 美伊恋情告急 额伊打得火热 面对建成气候的伊朗 美国失去战略耐心的背后真实意图何在 美伊变脸的虚语时 深度国际 敬请收看 当全球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朝鲜半岛时 美国的大棒又开始敲打另一个国家 美国再次失去了战略耐心 这回矛头指向了伊朗 近日特朗普决定重新审议美国对伊政策 第一步就是重新审核伊核协议 从竞选总统到入主白宫 特朗普对伊核协议的态度不是坚决不予承认 就是誓言要予以推翻 特朗普此举是要推翻奥巴马的中东政策吗 美伊关系又将会面临怎样的转折呢 4月19号 美国国务卿蒂德森 仅提前半个小时通知媒体召开发布会 发表了一段措辞强硬的讲话 公开确认 特朗普下令联邦部门对伊朗政策进行跨部门审议 这是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 第一次对伊朗问题发出明确指令 蒂德森在讲话中 罕见地将伊朗和朝鲜相提并论 警告称美国对伊朗也已经失去了战略耐心 福克斯新闻评论称 蒂德森有关伊朗的最新表态 是迄今为止他最为强硬的表态之一 美国政府的此次审核 内容包括伊核协议 以及伊朗在叙利亚 伊拉克 野门和黎巴嫩的介入 对美国利益的损害 其中对伊核协议的重新审核将持续90天 此后将就是否应继续执行这一协议 向总统提出建议 2015年7月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 伊核问题六国和伊朗达成了伊核问题全面协议 根据协议 伊朗承诺限制并延迟核计划 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严格监控 以换取西方解除对伊朗的大部分金融和贸易制裁 就在发表讲话的前一天 蒂勒森刚刚在每三个月一次的 例行国会作证中称 截至4月18号 伊朗尚未违反伊核协议 但伊朗仍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和伊朗签署伊核协议本身就是失败的政策 说伊朗违反这个协议 这是站不住脚的 也是与事实不符的 美国对此也是非常清楚的 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 向装武剑意在配空 他就是说不是真正的为这个伊核协议 到底执行不执行而采取的措施 而是要警告伊朗 要给伊朗一点警示 你不要以为有这个伊核协议 你就万事大吉了 你就不怕我美国了 同样是4月19号 远在沙特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 也十分默契地开始炮轰伊朗 马蒂斯的这段话 是在同沙特国王萨勒曼会谈后说的 沙特和伊朗这两个中东地区举足轻重的国家 一个是逊尼派 一个是什叶派 从古至今一直是死敌 沙特是美国在中东的主要盟友之一 两国在二战末期缔结联盟 沙特以石油合约换取美国的安全保护 关系非同一般 不过在奥巴马时期 美国在伊核问题和叙利亚问题上的态度 触怒了沙特 美沙关系出现裂痕 奥巴马本人在塑造了自己的和平性教 在美国也得到了一定的喝彩 这个和共和党的执政理念也是相符的 但是与此同时 它给美国带来了一种新的潜在的 不安定的外交因素 这个就是以色列和沙特 海外阿拉伯国家 甚至是整个阿拉伯世界 对美国的担忧 对美国作用的担忧 3月14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沙特国防部长 本萨勒曼 双方就伊朗问题达成一致 明确立场 既要对抗伊朗破坏地区稳定的活动 又要继续评估 并严格执行伊核协议 4月19号 一套针对伊朗的组合拳打出 在美国华盛顿 国务卿蒂勒森宣布对伊朗政策 开始全面审核 而在利亚德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 则给沙特送了一颗定心丸 保证将帮助沙特本国 遏制伊朗的影响 对此 沙特国防部长本萨勒曼表示 我们非常非常珍视 特朗普总统的领导 要加强同这个地区 他的盟友的关系 那么他现在要修补 奥巴马时期出现的裂 和这些盟友出现的裂痕 另外一方面 我卖你们大量的军火 加强你们的军事力量 美国又获取了军火力 你们的国防力量又加强了 这样的话 他认为这样就可以 遏制伊朗在这个地区的野心 沙特是马蒂斯 此次中东之行的第一站 之后他还访问了埃及 以色列 卡塔尔和吉布提 这些国家普遍希望 特朗普政府 能够改变奥巴马任内 忽视这一地区的做法 重返中东 并且出面打压 他们共同的强敌伊朗 值得注意的是 马蒂斯的中东之行 是在美国副总统彭斯 亚太行之际进行的 这给了外界一个强烈的信号 美国将会同样重视 亚太与中东北非地区 你看他访问的 中东这四个国家 都是对伊朗非常担忧的国家 都是在这个地区 美国要寻求平衡的话 必须要安抚的几个国家 这几个国家在美国大选期间 事实上他们内心 是希望特朗普胜出的 因为特朗普胜出 可能会改变奥巴马 在中东地区的绥靖政策 他们一定会认为 奥巴马搞的是一种绥靖政策 他们都不愿意 伊朗就是完整地 保留自己的核技术 核能力 核人员 核设施 他们都不愿意看到 伊朗事实上骑着 核门槛上和阿拉伯世界大交道 伊朗并没有违反伊核协议 但美国仍然执意要重新审核 可见核查伊朗尊美遵守 伊核协议只是个幌子 借此笼络中东盟友才是目的 因为引发沙特 以色列等国 极大诟病的正式伊核协议 这些国家认为 这一协议实际上 是在鼓励他们的对手 拥有核武器 从而彻底改变 中东地区的战略平衡 一手遏制伊朗 一手安抚盟友 特朗普的中东政策 和奥巴马截然相反 那么他会借此机会撕毁协议吗 2009年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执政之后 一改前任小布什政府 大规模武装入侵的做法 在中东实行军事战略收缩 为了避免美国卷入 因伊朗核问题 引发的大规模战争 2013年 美国加快地对伊朗 解除核制裁的谈判 并在2015年7月 达成了伊核问题全面协议 在奥巴马看来 伊核协议是一个 可以避免美国陷入战争泥潭的 更聪明的方法 当然 奥巴马如此真实的机会 在特朗普看来 却是最糟糕的交易之一 他在竞选期间 就曾多次抨击伊核协议 并表示要予以废除 或进行重新谈判 对伊核协议 为何前后两任美国总统的评价 南辕北辙 应对策略也是截然相反的 这个就是因为美国的 政府发生变动了 奥巴马是民主党 现在是共和党 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 在处理外交事务上 他们的理念还是有所不同的 也就是说 共和党更重视军事手段 所以我们看 共和党执政的时候 军费开支就会上升 共和党执政的时候 选举的时候 军队投票支持共和党 而民主党呢 当然在民主党看来 军事手段也非常重要 但是呢 民主党也很重视国际法 而你比如奥巴马政府 他认为通过这种 伊朗核协议 能够使伊朗追求核武器的 这个野心给它遏制住 也就是说这样就会取得 这个地区的稳定 那么共和党呢 他不相信这样 他认为只有通过军事手段 才能使对手屈服 因此呢 这个特朗普竞选的时候 就对伊核协议有看法 2016年12月1号 此时特朗普已经赢得了 美国总统宝座 共和党如日中天 由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 不顾时任总统奥巴马的反对 强行通过决议 将即将到期的 对伊朗制裁法案 有效期延长十年 此举遭到伊朗国内的 强烈反对 紧接着 在特朗普正式入主 白宫后不久 就签署了极具争议的 七国公民入境限制令 其中就包含伊朗 1月29号 伊朗进行了弹道导弹试射 随后 美伊高层官员 立即展开激烈的口水战 并相继宣布 针对对方的新制裁 伊朗国内评论称 美国又重新挽起了 向伊朗挥舞大棒的政治游戏 认为特朗普是在玩火 这把火这一次 烧到了伊核协议身上 对此 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 萨利西曾警告说 一旦另一方 背弃承诺撕毁协议 伊朗将重启核设施 而世界将为之惊讶 鉴于特朗普从竞选以来的 一贯立场 这一次发起对伊核协议的 重新审核 是撕毁协议的前奏吗 美国通过这样的一个举动 实际上是向伊朗发出一个信息 就说你在这个地区 你的地区雄心 你收敛一下 这倒并不是意味着 特朗普政府真的要 退出这个核协议 因为退出这个核协议 我觉得也没有 对美国来说 也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用处 你能使这个核协议 废掉废不掉 因为这个核协议不是你美国和伊朗 两家签署的 而是六个国家和伊朗签署的 而且是得到联合国的确认的 奥巴马将其称为 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 特朗普却贬弃为 史上最糟糕的交易之一 伊核协议遭遇撕毁危机 美国为何突然对伊朗变脸 美伊恋情告急 额伊打得火热 面对建成气候的伊朗 美国失去战略耐心的背后 真实意图核在 美伊变脸的虚语时 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目前看来 重新审核伊核协议 只是虚晃一枪 事实上 美国的真正关切也不在此 它的关切 从蒂勒森到马蒂斯 都在不断强调 那就是美国利益 在美国看来 因为伊核协议 伊朗应该对美国感激铁灵 但它却在中东不断搅局 使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目标 无法实现 甚至受到了挫折 所以必须敲打警告 那么伊朗究竟踩到了哪个雷区 惹恼了美国呢 4月18号 沙特一架黑鹰直升机 在也门境内执行任务时坠毁 机上12名沙特军人全部丧生 这是自2015年3月 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 发动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以来 沙特军队遭遇的最惨重的一次伤亡 第二天 4月19号 美国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政府高官透露 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 向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沙特军队 提供更多军事支援 以迫使胡塞武装坐到谈判桌前 这些官员说 特朗普政府之所以更积极地介入也门局势 主要是为了遏制另一个地区强国 伊朗 我们实际上是要做什么 我们正确保了 沙特阿拉伯的反抗 伊朗的反抗 2014年9月 野门胡塞武装夺取首都萨纳 后又占领南部地区 迫使总统哈迪前往沙特避难 2015年3月 沙特 阿联酋等国 针对胡塞武装发起代号为 果断风暴的军事行动 有意思的是 相比胡塞武装 沙特领导的联军 无论从装备还是情报上来说 都占据绝对优势 但在战场上 却一直无法有效压制胡塞武装 沙特等国认为 问题就出在伊朗身上 那么在美国看来 西方看来 野门的胡塞武装之所以有这样的能力 主要它背后有伊朗的支持 因为我们知道 野门的胡塞武装也是什叶派 那么伊朗呢 是最大的什叶派国家 可以说是什叶派的盟主 那么在美国看来 如果没有伊朗的这个支持 野门胡塞武装 坚持不了这么久 2016年10月前后 一艘原隶属美军 现服役于阿联酋的 HSV-2快速运输舰 被胡塞武装用反舰导弹击毁 该导弹事后被怀疑来自伊朗 同样是去年10月 美军宣称 在野门附近海域的 美军梅森号驱逐舰 两次遭到来自胡塞武装的 导弹袭击 不过梅森号并未被击中 事后美方称 胡塞武装使用的导弹 是伊朗提供的 显然 伊朗对野门局势的影响 引起了美国的担忧 2017年4月19号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 伊朗向野门胡塞武装 提供资金 武器和训练援助 是野门乱局的制造者 蒂勒森说 鉴于伊朗不断发起挑衅 破坏中东稳定 特朗普下令联邦部门 全面审视美国队一政策 美国人说 伊朗在中国的一些捣乱 是指着一件办事 所谓一件事 是野门没什么说的 是吧 伊朗输出自己的一些装备 还政治声援 还经济力量 然后野门的胡塞武装 越战越勇 这是可以说出来的 而且说出来以后 阿拉伯人感到比较舒心的 还有一点是美国不愿意说出来的 或者是不便宜说出来的 就是在叙利亚 在叙利亚就是我们看 伊朗支持的巴萨阿瑟的政府 和跟伊朗有紧密关系 听从伊朗指挥棒的 一半的珍珠党 他们在过去一段时间的 主要的作战目标 恰恰是伊斯兰国 是基地组织 这个又是国际反恐的一部分 如果你说伊朗在叙利亚和 如果你说伊朗在叙利亚和伊斯兰国 作战和经济作战是捣乱的话 无论如何是不合适的 但是美国也好 阿拉伯世界也好 以色列也好 他们看到伊朗在叙利亚 如此的影响 发挥如此大的作用 他们心里肯定是不舒服的 当地时间4月7号凌晨 美军向叙利亚霍姆斯附近 沙伊拉特空军基地 发射了59枚战斧巡航导弹 据称是为了报复叙利亚 反对派控制区内 日前发生的化物袭击 这是特朗普就任总统后 美国首次对叙利亚政府军目标 采取军事打击行动 这一举动释放了美国调整 中东政策的信号 我们知道现在叙利亚进入了个什么阶段 叙利亚实际上现在进入了一个 在埃斯被消灭之后 叙利亚各方如何来分配权力 如何来实现叙利亚的政治安排 这么一个进程 实际上现在各方都一直在盘算的 今后怎样获取自己最大的利益 因此在这个时候 美国需要打压一下巴塞尔政权 我觉得它也是多管齐下 一方面是通过重新审核 伊核协议来给伊朗警示 另外通过这种空袭叙利亚政务军 来打压叙利亚巴塞尔政权的 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 美国对伊朗变脸的背后 是美国对其在中东影响力 日益扩大的担忧 如今的中东 以伊朗为首的实业派力量 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从伊拉克到叙利亚 再到黎巴嫩真主党 形成了一个实业派的大联盟 甚至有分析认为 因为2015年伊核协议的签订 伊朗在中东地区 正处于几十年来最有力的站位 建成气候的伊朗 面对趋紧的美意关系 又会做出怎样的应对呢 4月18号 伊朗在首都德黑兰 举行了一年一度的 建军节阅兵式 俄罗斯交付伊朗的 S-300防空导弹系统 高调亮相 S-300防空导弹系统 具有强大的空防能力 可将伊朗防空范围 提升到300公里远 27000米高 分析认为 伊美关系再度紧张 地区局势日趋复杂之际 伊朗再度亮相 S-300防空导弹系统 也是向外界发出的强烈信号 事实上 S-300系统交付的多年波折 恰恰是近十年 美俄伊三国关系的写照 2007年 伊朗斥资10亿美元 向俄罗斯购买五套S-300系统 但当时遭到了美国的强烈反对 2010年 随着联合国案理会 加大对伊武器禁运力度 俄罗斯取消了和伊朗的S-300协议 2015年之后 伊核协议达成 西方解除了对伊朗的武器禁运 与此同时 俄罗斯与美国等国 在乌克兰问题陷入对应制状态 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 到2015年底 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冲突 伊朗也是叙利亚政府的坚定支持者 俄伊两国合作紧密 在这种情况下 俄罗斯继续维持 对伊朗的武器禁运已无必要 所以S-300得以交付给伊朗 这十年 美国推行的中东战略 使得俄罗斯和伊朗得以走近 当美伊关系陷入新一轮紧张的时候 俄伊之间的不断靠拢 就显得格外醒目了 3月28号 伊朗总统鲁哈尼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克里姆林宫会面 伊朗是我们的好朋友 和健康和健康和坚定的伴侣 2016年8月16号 俄军曾借用伊朗的哈马丹空军基地 执行打击叙利亚境内极端组织的任务 这是俄罗斯首次利用第三国军事基地 空袭叙境内目标 也是伊朗近代历史上 首次允许外国军力 在本国境内部署 在美伊关系平稳的情况下 伊朗原本想私下接触 没想到被俄罗斯公之于众 惹得伊朗方面十分不满 指责俄方欠考虑 但是到12月底 在美国延长对伊朗制裁法案之后 伊朗军方公开表示 如果俄罗斯提出请求 伊朗可以考虑向俄罗斯 再次提供这种援助 可见伊朗也在美俄之间寻找平衡 在美伊关系紧张的局面下 通过俄罗斯牌来制约美国 正是伊朗应对美国威胁的重要手段 如果你在叙利亚这个地盘上 这个战场上削弱伊朗 或者是对巴什阿萨德政府 下黑手的话 俄罗斯不答应 而且叙利亚问题 会在短暂几天之内 也变成美俄之间的一场 直接的新的对抗 这个是任何政治家不愿意看到的 特朗普也不会这么说 5月伊朗大选在即 4月20号 伊朗官方公布了 下届总统选举候选人名单 其中包括现任总统鲁哈尼等6人 前总统内贾德不在其中 鲁哈尼被认为是伊朗温和派领导人 在他任上伊核协议得以达成 内贾德在任时 则是以对美强硬组成 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曾对内贾德提出了不参选的建议 被他拒绝了 坚持登记参选 不过最终 内贾德没有通过宪法监护委员会的资格审查 哈梅内伊的这一举动 已经将伊朗对美国的态度摆在了明面上 这个就表明伊朗的最高精神里 哈梅内伊决定了现在不折腾 哈梅内伊决定了不让 阿梅内贾德有出来搅局的可能 因为他出来只要一参选的话 在竞选过程当中 就会撕裂伊朗的社会 阿梅内贾德过去传统的盟友 伊朗革命卫队也好 一些激进分子也好 又会在社会上活跃起来 这些守城派 鲁哈尼的支持者 愿意享受和西亿之后带来的和平岁月 现在对伊朗来讲 稳定是最主要的 利用现在的和平机会 利用伊朗和西亿前提带来的和平红利 好好发展自己的经济 满足人民的要求 这个是伊朗的最基本的需求 尽管特朗普执政后对伊朗威胁不断 伊朗也做了强硬回击 但可以看出 现阶段伊朗仍在观察 并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克制 伊朗并不希望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但是对于未来的伊美关系 却很难得出乐观的答案 我觉得未来美伊关系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 不会向好的方向转变 如果是能够不发生擦枪走火的事件 能够维持一个大体上的这种 撞现状 我觉得大概就不错了 目前来看 美国对伊朗的变脸 更多的还是停留在威胁的层面 还不能说美国对伊政策 已经发生切实转变 美国外交学会资深研究员 菲利普·戈登指出 尽管特朗普政府多次 对伊朗显示强硬态度 但其大幅调整 对伊朗姿态的政策选项 其实十分有限 事实上 伊朗在解决叙利亚问题 和打击中东恐怖主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如果想在中东问题上 取得突破 还是得与伊朗一道 寻找折中的解决方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